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謝民基醫師 顴骨的效果 它的原理是利用 手術的方式把顴骨切割開來 重新擺放一個位置 達到臉部比較小 然後45度角度比較順 它是一個重新自位固定的手術 下垂的原因呢 來自於 如果被切割的顴骨塊有往下移動 那麼就有可能發生下垂的情況 相反 如果被切割的顴骨塊 往上移動 那麼自然就能有效的 降低下垂發生的機率 上了年紀的患者 他想要做效果 但是針對那樣的患者呢 他的下垂已經發生了 但是這個發生並不是 因為效果的關係 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他就已經下垂了 所以針對上了年紀的患者的 皮膚的彈性交易已經有點流失了 針對這樣的以上患者呢 有時候我們會建議呢 削骨跟蠟皮手術一起施行 那麼一朝不會發生下垂的一個狀況 二次整齊就是全顧下垂後的一個皮膚下垂 那其實考量點有幾個 第一就是說我必須要取得患者資料 去看到電腦關於產業裡面 他的骨塊是不是掉下來很多 那如果是骨塊是掉下來的話呢 我會建議重新把骨塊給分開來 然後再重新再把它往上盯起來 還是要看他皮膚的一個一個狀況 那有一些患者來講 只要把骨塊重新放到比較高的位置 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那有些人他必須要把它放上去之後 把它重新固定在一個心弩位置 比較高的位置 然後呢再合併做一個中年的一個提拉